约2系列教学视频 延时摄影 拍摄前 建议您在构图时前景不要太靠近 这样可以减少画面抖动的情况出现 约2首次在大疆无人机中增加了四种延时摄影模式 分别为自由延时 轨迹延时 定向延时 和环绕延时 每种模式对应着不同的镜头变化轨迹 可满足你在不同场景下的创作要求 调整好构图后 在飞行界面点击左侧智能飞行图标 选择延时摄影 自由延时 点击自由延时 设置好拍照间隔与生成视频时长 飞行器将自动计算所需拍摄时间 然后点击Go即可开始拍摄 在自由延时过程中 您同样可以控制飞行器姿态和抚养角度 环绕延时 环绕延时则是以拍摄目标为原心 环绕飞行并生成延时画面 选择该模式后 设置拍照间隔与视频时长 确定环绕方向并框选中拍摄目标 点击Go 飞行器将自动测算飞行路径并开始拍摄 您可以在地图上看到测算的原心和对应的飞行轨迹 定向延时 定向延时模式下 飞行器将锁定当前的飞机朝向为航线方向 锁定朝向后 无论机头朝向如何 飞行器都将以锁定方向直线飞行 并跟随目标进行拍摄 选择直线延时后 调整拍照间隔与视频时长 然后确认飞行器朝向 并框选拍摄目标 点击Go 开始记录延时视频 除此之外 还可以直线飞行拍摄延时视频 调整好飞行航向 不框选拍摄目标 点击Go 即可拍摄完美的直线延时视频 您可以在地图上看到红线标注的飞行距离 确保飞行安全 轨迹延时 使用轨迹延时模式 飞行器可以根据预设好的场景 自动飞行并拍摄 以展现最剧动感的延时画面 同样在延时摄影功能界面 选择轨迹延时 并设置拍照间隔与视频时长 点击下一步 您可以将飞行器飞到指定位置 或改变云台抚扬角度 来添加拍摄场景 点击Go 开始记录延时视频 拍摄结束后 U2将自动为您合成延时视频 您可以在回放功能中查看 并通过App进行编辑与分享 以上就是U2的四种延时摄影模式 如您遇到任何疑问 欢迎搜索大江服务微信公众号 获取技术帮助 感谢您的观看